這件瓶子是什麼 薩摩燒 來 少文哥你講一下 您是 這件薩摩燒 也是在京都 對 京都的朋友 因為我有個朋友 都是京都人比較多 他們每次都會到機場去載我 對 關係機場 或者是大阪國際機場 他們都會來載我 載你去 該讓你花錢的地方 朋友嘛 他們來台灣我來招待 對 食宿我來供應 我到日本當然找他 這是他給我的 送你的 對 因為他是在日本的京都 京都叫招日堂 招日堂它有一個佛式 叫做清水寺 清水寺 它家就在清水寺旁邊 必看經典 薩摩燒 對 我們只看兵列文 其他我們就不懂 薩摩燒 這是剛剛你講的 對 薩摩燒 他這個薩摩燒 跟我們剛剛講的故事是很 很有關聯的 就是豐盛秀吉打到朝鮮去 朝鮮人他們說叫 人臣勿亂 就是日本人去侵略他們 那有一部分陶瓷工匠 就被帶到鹿兒島 鹿兒島呢 就是薩摩燒的生產點 就在鹿兒島 那薩摩燒這些那群 朝鮮工匠啊 跑到鹿兒島以後啊 它生產出跟那個 有田地區不太一樣的風格 就是薩摩燒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薩摩地區啊 它的那個土啊 跟有田不一樣 有田是石土 它是非常 氧化率很高的 它這個土啦 就沒有那麼的 這個高的氧化率 但是它有特色就是說 它有兩種土 一個是白土 一個是黑土 白色的就是叫白薩摩 黑色叫黑薩摩 黑薩摩就拿來做那個茶去 喝茶的就像劍羊窯一樣 那白薩摩就拿來畫東西 像這樣畫彩色的東西 但是你注意到 因為它的土的問題 所以它的土不是很白 你看它黃黃的 米黃色的乳白色的那種感覺 大部分像中國的那個青花紙 是非常透明的白 它這個是黃黃的 所以它這個是有它的特色的 它也是一開始 因為朝鮮工匠 也是跟中國學習嘛 所以你看它畫的東西 還是跟中國這個 這個明朝晚期那個一樣的 但是它的設計趣味 就跟那個有田地區 就不一樣了 它形成它的特殊趣味 而且它做的是 就是這些屬於右上彩的東西 右上彩要堆疊出這種色彩 斑斑的東西 唯一一樣的就是它上了金彩 但是薩摩燒呢 它因為它特別去堆疊這些色彩 對 所以像這件事畫得比較舒朗 很多薩摩燒是滿氣設計的 滿氣都是花紋 然後色彩非常非常多的 圖案非常多 對 所以它畫得越細越多 它的價格會越貴 因為它花的時間越多 而且這些右上彩 它燒製的時候 因為它右上彩的火溫成熟 不太一樣 所以它有時候要燒兩三次 有時候它要看情況 因為它的右上彩 溫度成熟的溫度不太一樣 而且薩摩燒當時除了供應給民間使用之外 是給它的薩摩藩的藩主 跟那個伊萬里一樣 伊萬里做到好的時候 有一個叫郭導藩 是給那個郭導藩的藩主 那這個薩摩燒是給那個薩摩藩的藩主 等於說它的貴族 不能亂做 不會外流 所以如果這件是別薩摩藩的 那當然很貴 是 到現在還在生產 所以一般的話呢 它還是不錯的 但是它不可能像那個御用的那麼貴 但是這一件 它不是買新的給我 它放在家裡的 它爸爸買了給我 年代了 有一點年代 不是買新的 它是很老的 是 有一點年代 但是日本人他家裡很乾淨 你看不出他的年代 就是很老的話 是 乾乾淨淨 簡簡單單 很乾淨的 對 好 那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這件薩摩燒的瓶子 請 請借 這樣 一萬五千元 很不錯 朋友揍了這樣子 很不錯 給我打電話給他 真的 謝謝他 謝謝他 我們可以看看那個 一些圖檔 知道一下白薩摩跟黑薩摩 剛剛講 放棄鏽圖檔 這個就是老的 你這是現代的 比較些 這是老薩摩 你看老薩摩是長這個樣子 顏色上跟這個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那個釉比這個還要乳酌 以前那個它做得不是很好 對 下一張 這也是老薩摩 這樣這張很漂亮 它全氣都是圖案都能滿構圖的 很漂亮 上了金地輝煌 很漂亮 下一張 這也是 這是局部 你可以看到局部 它上面又堆積一些點 所以它的功是很多的 對 我有看圖點 很細工 就是日本人的特色 好 下一張 這就是黑薩摩 它有一些土是黑色的 它燒出來就不能畫顏色嗎 就是做茶器 茶碗 茶杯 茶壺 這個 這個朋友也是還不錯 你看看 把家裡的好東西 就留給好朋友了 對不對 他家就這一顆 就給我了 就送給你 好 知道價格以後 我們再回禮回去了 因為我知道 接下來這兩個瓶子也是 跟台日關係友好 有一點關聯的 對 這兩個瓶子是 同樣出自台灣 但是從日本回收回來 出自台灣 但他到過日本去 可是最後他又回來了 又又回來台灣 是你安排回來的 還是你在台灣發現他們 不是老的 然後從台灣 我朋友帶我去一些商店 去看到 那你怎麼知道它中間 曾經到日本流浪的故事 這邊後面 等一下這一款就有 這個就很簡單 這個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台灣的石頭 啊 玉石嗎 對 我們台灣 有人叫做七彩玉 有人叫五彩碧玉 就是早期的 跟現在的七彩玉 是完全不同的石頭 是 那您幾年前賣的 大概二十年 大概二十年前 我跟我爸去日本 對 去日本把它買回來的 對 看到就下手了 那你那個時候 您說花多少錢 大概三萬塊買 三萬塊 台灣錢三萬 台灣錢三萬塊 可以耶 可是它標很貴 它標很貴 那你是怎麼樣殺價 它標一百多萬日幣 它標一百多萬日幣 那怎麼三萬塊買回來 它看不懂這個石頭 它以為是玉 以為是緬甸玉 我說這個 這是我們那裡的石頭 對 所以我們那邊很便宜 只是說我順便帶回去 做一個紀念 從台灣買 所以你就這樣殺價成功 然後叫我那朋友 跟他爐 哇 你也太會殺 多殺了一個零 所以我朋友每個禮拜 每個月來買 結果呢 你真的有回去嗎 要跟他買 三萬塊台幣 三萬台幣 不是日幣 台幣 他是要一百二十萬日幣 他把他殺 要一百二十萬日幣 對 他把他殺到三萬台幣 因為他是觀光客 日本也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他以為是翡翠 你就跟他說是石頭 而且這種共生的石頭 這種共生 這個教授懂 像這種共生 共生的石頭 他很多種礦石的那種共生 還有 還有這個叫 我們這個紅色的部分 我們叫 通通搞在一塊 現在沒有了 趕快一下手就 連夜睡不著就趕快找他買 但是又不能賺他的價錢買 對啊 所以你的殺價的祕訣 難道就 你就跟他說這是石頭 然後他就相信 我說這個很便宜 這台灣的啦 他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不是 我帶回去啦 台灣的東西我帶回去台灣啦 這樣子而已啦 他說好嘛 現在 你知道花蓮看七彩玉 我想說沒有一個會勝過他的顏色 因為他的原況是 很斑斬耶 是純粹原況 他現在是蛇紋石 黑黑的去加彩 是 是 七彩玉大部分都有點家財 然後封礁這是一定的 是 做的方式是沒有變 但是這個是比較圓框的事 這比較很難得 好 那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然後請曾教授來 請見價 請幾位 10位元 請問 就像這個 王先生講啊 因為 其實中國人啊 華人啊 我們華人在玩這個石頭 其實玩的是一種雅趣 嗯 當然我現在也不便說什麼 就是說台灣啊 或者中國大陸那邊的人 在玩石頭啊 其實風格不太一樣了 可是我們現在玩的石頭的感覺 跟觀念 跟古代人也不太一樣 但是這一劍 反而比較有點古代的味道 就是說它有點像那個山水畫 而且它的色彩非常多 以前喜歡玩那個雲石 就是那個大理石 看起來像雲霧 山水 那這一劍可以說是一個彩色的雲石 滿漂亮的 有人把它說成是五彩碧玉 花東那邊 台東那邊 好漂亮 現在我們是像這種石頭 其實它算是雜質組成的 各種各樣的質地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主要還是看到紋路漂不漂亮 所以這件事很特別 很漂亮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人在玩 那個玫瑰石嗎 對 也一樣 就玩那個紋路 有人說像台灣 或者是什麼 像哪裡 那這一件事真的像山水畫 越看越有味道 百分之百日本回收的 這個滿漂亮的一件 在台灣外銷到日本 對 幾十年之後 再被你撈回來 對不對 現在真的買不到了 真的看不到 好好收著 不要再讓它又跑回去好不好 好好留愛台灣 很多人要把我弄走 我都不給它 我有兩個瓶子一起來的 就是這樣子被摸走 好可怕喔 太太抱一個 先生抱一個 就走了 撈完 我叫我 他說多少錢 我明天會給你 這樣的話我知道 你跟我講多少錢就好了 打個電話來 多愛有 你說怎麼辦 教授 你就給他的價錢啊 你還有這一個嘛 沒有 我就沒給他看到 有看到一起走耶 對 這瓶子給他拿走 你如果在家裡要弄那個什麼 黏膠把它黏起來 沒有 他以後就是 只要聽到 那一堆夫妻要來 我這個是盯起來 真的 他把他用東西 或者放布裡櫃裡也可以啦 叮起來 上節目才打開的 下個月你們家 訪客會非常多 沒有 大家就說我要看那個 平常被封起來 我想摸摸看 抱走啦 真的抱走 一定的 報拿走的時候就說 明天給你錢 你多少錢 你再電話講就好了 因為他 他沒辦法人工再製 所以他是稀釋珍寶了 對 我很喜歡 因為他有買過 他買得很醜 又很貴 那就不行啦 這個好好放著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 或是掃瞄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